不管是人民币3元 新台币13元就能吃到饱的早餐 或是中国人的神酒 号称美低价直连城的贵州茅台酒 一直以来执掌不迭的神话也破灭 甚至连端午节前后都狂迭 创今年新低价 随中国经济持续恶化 消费者掀起一股抠门旋风外 内需冷风也吹向精品市场 其中包含开云集团的巴黎世家 卡普里空股的凡赛斯 及LVMH集团的纪凡希等 在中国推出史无前例的折扣 根据了解从今年六月开始 中国消费者可在电商平台天猫上 以一千九百四十七美元 约台币六万三千块 或百分之三十五的折扣 买到巴黎世家经典包款 该价格更比全球主要精品官网 上的标价便宜一大截 有看法认为巴黎世家 在今年前四个月中就有三个月 在中国推出折扣平均六折 在天猫上其打折商品的数量 也翻了超过一倍 对比去年同期 巴黎世家仅在一月推出折扣 平均幅度约七折 差距可不小 充满感官体验的时装秀 去年才高调预告 其他品牌如季凡希与Beverry 也都大降价 有些甚至降价超过五成 所以中国经济低迷 昔日的精品市场溶进已逐渐吞色 三零新闻林志祺报道